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是我们一个同班的一个同学 就我们在我在上周三的时候 跟他一起在一个教室考期中来着 然后两天前吧 学校给我们这个课的所有人发邮件说 就是你可能potentially跟一个德国新冠的人接触过 让我们这个观察观察 然后就是观察14天 但是他说他们学校咨询了这个相关的这个怎么说 就是医护工作人员说 这个可能就是感染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但说实话我们考试是在大礼堂考的 然后我在大礼堂坐的是最后一排 离门最近的那位置 就除非这得病的哥们是坐我旁边的那印度哥们 要不然我应该是不可能感染的 而且我交完卷的就溜了 所以这个应该没什么问题 昨天晚上刚回来 然后今天老王在家里把家里冰箱东西都吃了 然后我们今天去 本来想在家里买的 本来没想出门的像在家里用那个whole food delivery 但是whole food delivery已经完全不available 就他都不给送了 我们之前都是让whole food 就直接把买的所有东西送到家门口 现在不给送了呢 那我们只能就去超市买了 现在疫情之下 疫情爆发下的美国的超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我们所有课都停了 就这学期已经结束了 回席再给大家看那些邮件什么的吧 这超市还好 不是说所有东西都卖完了 这其实有卖东西挺多的 但就是一些货架少了 这什么辣椒什么的都比较少 土豆也都没了 就剩一袋 但大家可以看见 就美国戴口罩的人几乎没有 这超市好像就咱俩戴口罩了 对 就是出租车司机也不戴 这没人戴口罩 我觉得他们没有 土豆好像是现在最缺货的 大家可以从这个角度看一下 真的没有人戴口罩 其实我们这趟来最想看的是这个肉 肉还有多少 我知道菜肯定 菜肯定不会没有 肉已经全空了 为什么我每次拿的肉都没有人买呢 你买的这肉人家看不上 这是我们经常买的炖牛肉那种肉 给大家看一下 这种是 这种块状的牛肉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共是 1.31磅 然后卖7.85刀 就每磅是卖6刀 就这种肉 这种肉现在是剩的最多的 再拿点鸡胸 但美国的鸡翅还是很便宜 这种腌好的鸡翅一盒卖5块3 这是New York Strip Dry Age 就大概 美国的物价是这样的 这奶已经全没了 然后有机奶更没了 就全空 这些什么乱七八糟 其他奶 Non-dairy milk 就是不是 不是奶的奶 就比如说杏仁奶 什么那些 叫Non-dairy milk 然后果汁也都没了 其实你现在看哪空 就知道美国人大概爱吃什么 这些酸奶啊 已经全都空了 发现了吗 美国人不喜欢Non-dairy yogurt 但是美国人要喝Non-dairy milk 黄油货架空 应该是理所应当的 黄油那必美 不可能有 鸡蛋倒还剩一些 这个货架以前不是放鸡蛋的 估计补货了 这水果 冻水果也全空了 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原来什么货架 这些饼吧什么的 面包 面包 这边也空了 这边真的是全空了 这种冷冻食品 冷冻食品真的全空 冰激凌 这些冷冻食品真的全空了 Entrees Entrees就是已经做好的主菜 这种微波食品 大家可以看主要还是冷冻食品缺的比较多 然后肉啊什么鸡蛋啊还是买得到的 还有奶缺的比较多 奶和果汁也都缺了 就正常的那种新鲜的水果 蔬菜啊肉啊还是能买得到的 就是没有 没有 费城可能没有纽约那么着恐慌吧 感觉 就说还好 这种什么蛋白质磅啊什么的 也少了挺多的 这个货架之前是放什么的 就这种 古物的crunch的也都没了 就反正 现在卖片也都空了 就能放的时间比较长的东西已经都没了 这些一看就是美国人根本不选吃卖片品牌 这种罐头汤也都没了 你看吧 我就说这些罐头制品肯定都没了 这一个是罐头 你看这些罐头的鱼啊 tunia啊一些东西都基本都没了 我们先回家把这些东西都放下 然后一会儿带你们大家去我们周围离家走路五分钟的小超市 我是想去买两罐牛奶买两个果汁什么的 看那小超市怎么样 这个刚才老王说这更像是一场社会实验 就确实看大家都在这种时候买什么 啊 you can just stop here yeah good thank you 我们已经把东西都放好了 现在准备出发去另外一个超市 就是我们之前我一期vlog里都去过的超市 但还有一点就是你不得不佩服美国人对于这种病毒的乐观精神 我也不知道能怎么形容 但美国人就是觉得这无所谓 我在路上旅游的时候我碰见了很多大学生 也都在说就是学校都发通知了因为这个病毒 就整个学校都停课了 学校就关了 你就不让你去了 然后所有的课变成online class 然后就不可能现在美国没有人不知道这个病毒 但是反正美国人就是不戴口罩 对吧 他们就是觉得这事没什么所谓 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态度 对说到这个就刚才 我们在豪富的还有那种带自己小孩来的 就五六岁小男孩小女孩还有那种躺在婴儿车里的 就这些家长就感觉有点蠢 你自己不带就算了 你平常让你孩子也接触在这种空隙当中 对吧 这就 我觉得稍微有点蠢 就是你不带就算了 你别 让你孩子万一也遭殃了 那多不好 这个超市进来大概一看也都是有的 起码新鲜的水果一些东西都是有的 这里奶都有啊 我都看见了 在这边 这小超市还是挺全的呀 奶也都有 这就是那些我之前在豪富给大家看那个non-dairy milk 就是有almond的milk啊 就是这些 都属于non-dairy milk 这个小超市这些冻的食品还是有挺多的 这不有我要的那种牛肉吗 这里还真的挺全的 肉啊什么的 老王现在对这些东西非常感兴趣 买 现在我就想主要看看那些豪富没有的东西 这还有没有卖的 像那些罐头啊 罐头果然还是吓得快啊 过去 就是豪富的缺那些这也都有啊 这个超市其实比豪富的东西多多了感觉 这些豆子我也主要不爱吃 就不买 其实这种东西是末日生存最好用的 就这种 它已经完全风干的pass 这种能存好几年 然后你拿水一煮就行了 其实这种东西没人抢 我也不知道 这还是巨便宜 这89分 八毛九一盒 这里的水什么也都有 这面包什么的倒是 抢的挺凶的 这像什么饼干啊 这些还是都有的 还记得这个go跟这个 whatever it's called cashy 这在豪富的也没人买 在这也没人买 这个牌子外片为什么没人买呢 这个超市的酸奶什么都挺全的呀 这个小超市的东西真的挺多的 这比whole food都多其实 不错 看来以后还在来这买 但这的肉真的少 这的肉货价就比较空了 三文鱼可以来一块大的 这块大的多少钱 35 不知道跟国内的三文鱼价钱比怎么样 这还是大西洋的三文鱼呢 3.92磅 35刀 然后最后 这个冷冻食品这边也挺多的 还好吧这个小超市 缺货量没那个whole food那么严重 这边蛋白质磅什么也都是很全的 这姐们也来囤货 这么来看这个小超市 货真的还挺多的 挺出货的意料的 我这里给大家看一下我皮子宝的朋友 现在去超市看见的样子 皮子宝现在所有超市都空了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我在旅游的时候 那两个朋友跟我说 皮子宝发现的两例 就在离三文鱼挺近的你知道吗 所以 好像大家有点恐慌 但在皮子宝发现在那个 Allegheny County发现的是 两个老人 然后他俩是夫妻 之前也是出国玩去了好像 他们俩现在在 一个离三文鱼比较近的医院隔离吧 可能 那地儿的人稍微有点慌 但感觉费城还真的挺好的 就超市里空的东西 没有那么恐怖 该买的东西还是都能买着的 这点在费城呢 好像不太担心 现在呢给大家看一下 我这个最近几天从学校收到的 国民这个新冠病毒的这些邮件 这第一封邮件呢 是来自我们学校这个president 这封邮件呢 其实就说了这个 我们需要针对这个新冠病毒 来采取的一些措施 首先呢就是 我们的春假被延长了一周 对于我们学生来说 这可能是一个习大普奔的信息 因为学校呢需要在这一周里 来figure out各种事情 来如何解决对吧 就如何把学校关了 然后如果这所有的课都要 建造线上进行 这学校给自己留了一点时间 之后呢就说这个学校已经疯了 对吧 就是如果你现在不在学校呢 你就别回校园了 你看神奈儿returned campus 如果你现在 如果你现在在学校的话呢 你请3月15号赶紧离校 这个消息呢真的现在对这些 住在学校宿舍的人来说 真的是一个恶好 就你突然被告知 你学校宿舍不能住了 你应该把所有东西都搬出去 然后还得在3月15号就搬走 然后学校就关了 这个真的是很难很难疼 接下来呢就一些其他的地方 就学校关啊 就如果你想进来怎么处理 乱七八糟的 其实这个真正影响的人群 还是那些住在学校宿舍的人 和我们这些 就是这个学期毕业的人 就真的 就你学了两年 或者说本科那些毕业的 学了4年 真的就一个毕业典礼都没有了 或者那些博士今年毕业的 那感觉更惨 学了4到5年 就今年毕业 连个毕业典礼都没有 就连个这种仪式感都没有 这个其实真的是 一件很伤感的事情 我觉得吧 就是虽然毕业典礼 的过程比较无聊 但是可能真的需要一个 就可能生活真的需要一些仪式感吧 来给你一些 我不知道现在怎么表达 但是就生活中真的需要一些仪式感 例如像这个毕业典礼 就是他现在没了 我真的有点难过 第二封邮件呢 是来自我们学校的这个 Student Health Service给我发的 这封邮件呢 就比较淡疼了 对吧 他就跟我说 我们最近发现呢 你可能和一个 有现在被查过来 新冠病毒的人接触过 这个人呢 在我经过了一番调查之后 就是我们一个 和我一起上一节课的一个人 最可怕的是呢 这个哥们呢 还跟我们一起考了期中考试 但是上周三考试 距离现在也差不多有十天了 我还确实没有任何症状 我非常正常 所以说我觉得 我应该不会感染吧 这下就给了一些建议 就是如果你这些症状的话 请打我们这学校这个电话 就告诉我们一些 如何洗手啊 洗手的注意事项之类的 后来呢 就和这个咨询的当地 我们这个卫生机构 说其实我们的这个 被感染性很低 然后建议说 其实我们不用自我隔离 这就是另外一份消息 最近我周围很多 还在上远的朋友 都收到了类似的邮件 就真的学校都关了 然后所有 所有的课呢 都变成了线上 就学校直接封了 就你不用再回来 这学期就到此结束了 这对于我们这些 在这学期毕业的学生来说 还真的是挺上感 就自己的最后一学期 就这么结束了 我现在上班的那些朋友 现在也都work from home 就在家办公 对这就是 现在美国学校 的一个处理办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